宇宙无敌中心静安寺 贵为Apple亚洲最大殿的心旨 它的地下埋藏着怎样的秘密 东方明珠为什么是球状 本期为您揭晓 要说上海最近火爆的新地雕 就是3月21日在静安寺板块开业的 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App旗舰店 Apple此次选址不一般 背后逼有深安上海的高人指点 从位置上来说 坐落于华山路 南京西路路口 背靠静安公园 苹果正门与中国最贵寺庙静安寺遥遥相对 这个局只有一个字 巨 今天就来聊聊 静安寺千年不绝香火背后的传说 静安寺最早追溯至三国时期的公元247年 出名互读重玄寺 西域康居国丞相儿子康僧会顿入空门后 于赤乌十年来东吴弘扬佛法 受到孙权的信径 遂见佛塔佛寺 而这座寺庙当时在互读江口 因此得名 直至宋朝公元008年改名静安寺 200年后的1216年迁移至此 经历808年洗礼 屹立不倒 一座不能随意跪拜的寺庙 就在庙正门的前方有一标志建筑 范壮 上面写有 正法九柱四个大字 范壮上部为16吨白铜胶柱 表面贴金的四面施喉像 而这也正是印度国徽上的图案 陆野园初转法轮 释迦牟尼在此承道 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西的陆野园就有和这座如出一彻的阿育王师头柱的真迹文物 阿育王 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 秦始皇同时代人物 鲁姓佛教 建造了许多石柱用以铭记起法令 如今挖掘保存的只有20根 如今的这根为2007年的仿制品 原品在那十年里被毁 从民国老照片里可见它当初的身影 而在这座宫殿般的庙宇后方 有一座金顶塔 名为金刚宝座塔 是密宗一种佛塔形式 源自印度 这座塔就是密宗金刚部的神坛 五个方位由五位佛祖作证 1953年4月 寺内复兴自唐代以来 失传已久的全国唯一的密宗坛场 从此 静安寺由禅宗驱向密教 因密宗对摄坛 供养 宋咒和灌顶等皆有严格的规定 所以并不是谁都可以拜 在阿育王范壮旁 就是造型颇为佛系的九光百货 当年SOGO 买下第九百货改名九光 正是取自这根石柱上正法九柱的九字 九光也寓意九柱佛光 整体格局上 自东南向西北 范壮大殿宝塔在一条直线上 气场强大而稳定 邪魔难清 静安寺这样的排兵布阵 并非故弄玄虚 而是这块地藏着千年来的传说 黄泉井 传说赤壁大战 八十万军事尸体漂浮在长江上 阴魂随将漂泊 失去意识 慢慢地聚集在了蛇山滑亭 一位风水师向孙权建议 建造十三座佛塔来安抚阴魂 孙权救命高僧康僧会处理此事 静安寺正建于那时 同时修建了一口龙泉井 安抚亡陵井快回到冥界 也是这时 孙权把年号改成了赤乌 赤乌是一种锐鸟 是太阳的化身 用它来震慑世间的妖魔 在三星堆纳吉里出现的神术和鸟 也正式表达了对太阳的崇拜 孙权死 东无灭 连年战乱 亡魂俱增 而静安寺的黄泉井越来越奇异 不停翻滚起炮 如同沸水 相传弟弟英魂会从黄泉井爬出 为祸人间 并非谣传 沸水井的记载曾在史书上出现过多次 甚至在清末明初的静安寺庙门前的照片中 都出现过这口井 这口井同样在特殊年代被填平深埋 但此次被毁的原因却不同 相传一枚原本用来镇压黄泉井中冤魂的宝物 黄泉珠失落于抗战时期 之后围绕静安寺周边区域的灵异事件频发 关于这颗珠子的前世今生 传闻种种 今天我们先掠过 然而到了1995年 上海修建地铁二号线 准备穿过静安寺地底的时候 这口井竟然重见天日了 山门东边 靠近范状处为静安寺钟楼 黄泉井就在钟楼的下方 当年井水一直外溢 无法堵住 经高人指点 黄泉井被静安寺压制 不可妄动 地铁改道 去过静安寺的朋友一定知道 静安寺众多出口 唯独经过庙底的一号出口从未标明 为这都市传说又增添些许神秘色彩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传说 据说黄泉井被挖掘后 因其阴气过重 连静安寺都快压不住了 所以在龙脉上造了这座 形似黄泉珠的球状建筑物 就是东方明珠了 月光经过折射 变成智阳之光 正照在那口黄泉井上 但两件事的时间线恰好错开 也只能当传说罢了 黄泉井只是民间教法 也实在不吉利 所以它有一个雅致的学名 永泉 作为千年古井 又是天下第六泉 政府还是在井的原来位置附近 又造了一座永泉 这也与古籍中提到的泉 位于寺庙之阳吻合 这张照片上的静安寺 能认得出吗 静安寺路原本是条泥道 当英国人骑着马 在他们开辟的第一条马路 南京东路 向西飞驰 被马路当中的泳泉吸引 之后工部局将这座寺庙 称作Bubbling Well Temple 泳泉寺 这条路的英文 也成了Bubbling Well Road 一条有泡泡井的马路 顺便说下 马路这个叫法 就是英国人当时 在上海开辟跑马的路 而沿用至今 这块人流车流涌动的 风水宝地 曾经农田遍布 水网纵横 一派田园风光 初来上海的西方人 甚至把这里比喻成为 上海的香榭丽舍 1896年 工部局在静安寺对面 购置一块土地 并建成了第一座 游火葬场的墓地 这就是静安万国公墓 俗称外国坟山 这里曾有六千多个墓穴 百分之九十为外国人 大都是上海生活的 外国贤达 比如雷士德工学院 创始人亨利雷士德先生 就葬于此 1953年 这座墓地被改建为 静安公园 坟地被拆除 公园也不再只是 长者消磨时光的地方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混在其中 一起玩乐 说实话 这是我觉得做得最好 也是最对的一次城市 拆除项目 坟头蹦低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与公园入口的喧闹 形成对比的 是位于公园南段的草地 上海三月春风的吹拂下 早音已陆续盛开 静谧中似乎能感受到 当年这里作为墓地的一丝气息 多少人还会知道 这段历史呢 就像这座减板的希腊 怕特农神庙外形的史亭 老人们坐在石凳石桌上下棋 他们难道不介意 这是当年墓碑改造的吗 这座大理石亭 是沙皇尼古拉二世 为1904年日俄战争牺牲的 俄国士兵而建立的纪念碑 当年俄军战败退出中国 本安藏克死上海的俄军士兵 国领事馆在静安公墓 买了更大的墓地 将死亡的士兵合葬在一起 成了俄国士兵墓 石桌底克的名字 是一位意大利热纳亚的雕塑家 当年德国犹太人逃难来上海 先从德国经转意大利热纳亚港 坐船至上海 公墓当年还有一座教堂和第一座煤气坟画炉 都在1966年后陆续拆除 俗话说 庙前屏庙后腹 苹果选择庙前这个位置开业是真的无心之举吗 这个下沉广场 正是将人气往下聚集的格局 遇水则发 苹果店的西面笔林新建涌泉 大门面朝静安寺正门 水源直接从几个方向流向下沉的店铺 在这片摩登与传统交融 充满神秘的中国式传说的土地上 又平添了一份西方神话的色彩 好